在全國大學裡面 我們應該是第一所 有這個實境的技術的效果 把藝術家的作品 透過實境的技術來呈現 實境技術將會大幅度地改變 整個人類的生活型態 動物大學我們走在前面 新的科技它改變了我們的觀看 玻璃書傳統的這種空間美學 這種平粹的美學 像美術館 畫廊 直接進入到了這個 方寸之間的這個手機裡面 動物大學 文色 明日軍廠 希望讓各位了解 實境技術的來臨的時候 任何的東西都可以變成是 內容的載體 那我相信這個開始 會為未來帶來一種新的契機 而這個契機 也可以讓更多的藝術家 它未來不用受制於空間 它讓作品無所不在 我想這個也是新科技 對於藝術的推廣 很重要的部分 在二十一世紀裡面 有非常創新的一些思考 一些技術 會衝擊到所有在學校學習的內容 這其實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明日軍廠還有很多很多 想要做的實境的技術 包含我們未來要跟健身公司合作 我們未來要跟台東縣政府合作 有很多很多可以開展的事情 我們會帶領學生再去做更多的事情 帶領學生在這過程中間 不斷地去刺激他們的提案力 去教他們成就他們的實作力 因此我想這應該就是我們的未來 謝謝 謝謝